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射到亚马逊丛林时 并暗示着居住在这里的卡亚波印第安人 要开始一天的忙碌了 这个民族世代生活在丛林中 靠着打猎为生 而卡亚波印第安人是一个很奇怪的种族 族内不论男女老少 证明自己有勇气的方式非常奇特 那就是去同马蜂窝 甚至连小孩子都认为 被马蜂遮出的伤口就是一枚枚勇士勋章 可以证明自己有多厉害 但老一辈人却告诉孩子们 被马蜂遮不光是能够证明勇气 而且还能够获取到他们身上的力量 当然这对于现代人来说听起来有些扯 但对于卡亚波印第安人来讲 却是无比的相信 卡亚波印第安人的部落 基本上都建设在亚马逊河的各大支流附近 一方面是靠着水源方便取水和捕鱼 另一方面则是河边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但最近生活在巴西伊利里河沿岸的 卡亚波印第安人部落却遇到了难题 原来巴西国家电力机构宣布 将在亚马逊上流建设蒙蒂贝罗水电站 这个水电站一旦建成 将造成超过500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淹没 同时河里的鱼也会大面积死亡 这会给卡亚波印第安人的生存带来其大考验 几经商讨族人决定携起手来 共同抵抗建设大坝 但在去之前 卡亚波印第安人想给自己增加点勇气和能量 于是便去丛林中攻击巨大的马蜂窝 巴卡作为部落里的年轻人自然不肯落后 他从小就在河边长大 深刻知道水源和森林对于卡亚波印第安人意味着什么 所以巴卡想要去捅马蜂窝 给自己增加一些勇气 去抵抗国家建设大坝 跟巴卡同部落的贝普托伊也想要去捅马蜂窝 只不过他跟巴卡的目的有所不同 贝普托伊只是借此向祖先们致敬 待一切准备就绪以后 巴卡跟贝普托伊在几位老人的带领下 走进丛林中去寻找马蜂窝 经过一番仔细的寻找 众人发现了一个超大号蜂窝 他们随即开始搭设简易梯子 为攻击马蜂窝做着准备 在卡亚波印第安人之中 男人出门远征证明自己的勇气 族内的女人也得做点什么 以此来给男族人加油打气 一般情况下 他们会在攻击马蜂窝的前几天晚上 给男人们跳一晚上的舞助力 同时制作一些丰盛的食物 帮助补充体力 其实从另一个层面来讲 卡亚波女人们也算是在为抵制建设大坝 做出着自己的贡献 当然如果在必要时 他们也会选择参与战斗 此时贝普托伊正在通过无线电 联系在外面居住的父亲 希望他能赶回来 见证自己获得勇气的时刻 但很可惜 贝普托伊迟迟无法联系上父亲 这使得他内心有些失落 隔天部落里的老人们 开始跟巴卡他们讲解 关于铜马蜂窝的注意事项 一定要保护好鼻子 防止马蜂钻进去攻击里面的器官 造成生命危险 所以他们需要戴上特制的头巾 用来抵御马蜂的攻击 而马蜂的毒液是非常具有杀伤力的 同样也给男人带去力量和勇气 虽然在我看来这根本不合乎科学 但这就是卡亚波印第安人的传承 无需对其过多评论 在两位勇士要出发的前几天夜里 部落的女人们穿上了各种各样的民族服饰 并且在身上画上历史于卡亚波印第安人的专属图案 来到两位勇士的家围着这里不停地转圈跳舞 直见女人们努力地用脚垛低 以此向勇士传递自己的力量 鼓舞他们的士气 大人们忙着举行仪式 而调皮的小孩子则跑去捉弄马蜂窝 结果被马蜂遮得落荒而逃 待仪式举行完 男人们便开始忙活起来 首先他们会齐心协力在马蜂窝下搭建一个梯子 说是梯子 其实就是在马蜂窝中间的两棵树上 绑几根粗壮的竹子 由于梯子不能承受多人的重量 所以只能有两个人去捅 而这份工作除了贝普托伊和巴卡以外 部落里别的年轻人也想尝试一下 既然如此就要进行简单的培训和测试 当然这就需要部落老人们的帮助 等到最后他们挨个上去尝试 看看谁能把马蜂窝捅下来 临出发前的晚上 一位部落的老人提前爬到马蜂窝旁 测量了其大小 并告诉年轻人 让他们做到心中有数 而年轻人则需要彻夜跳舞 使自己陷入疲惫当中 因为疲惫会增加明天他们对疼痛的忍耐力 就这样 年轻人们跳了一晚上的舞 之后 精疲力尽的勇士们乘坐小船 前往马蜂窝的位置 此时 每个人的表情都十分凝重 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接下来将要面对什么 又会遭受怎样的磨难 没过多久 几位年轻人来到蜂窝下 此时 这里已经站满了围观的女人和孩子 众人都在等待着接下来激动人心的一刻 随后第一组年轻人手握砍刀勇敢地爬了上去 一刀劈下了一半的马蜂窝 瞬间马蜂军队倾巢而出 朝着年轻人发动猛烈攻击 很快 他们便被遮得招架不住 急忙爬了下去 女人们见状 手握芭蕉扇一涌而上 赶紧帮男人驱散身上的马蜂 此刻 这个同马蜂窝的男人被遮得痛苦不堪 掉头四处乱窜 紧跟着第二组 轮到巴卡上场 由于第一组年轻人的干预 现在梯子附近飞满了 保护自己家园的大马蜂 但巴卡毫不畏惧 毅然决然地爬上去 对着马蜂窝连劈鼠刀 顿时数以万计的马蜂 朝着巴卡席卷而来 结果巴卡在马蜂的猛烈攻击下 也没能将蜂窝砍下来 就慌忙爬了下来 经过一番折腾 精疲力尽的巴卡在疼痛面前屈服了 只见他瘫软地躺在地上 一动都不想动 接下来又有几组人爬上梯子 但他们都刚爬到顶 就被马蜂遮得立马爬了下来 由此可见 马蜂遮人那不是一般的疼 小时候比人有幸被几只蜜蜂遮过 光那种疼就足够让人撕心裂肺 更何况这巴卡他们的是那种巨无霸大马蜂 那感觉真的是生不如死 最后还是被捕脱衣 迅速爬上梯子 砍下了仅存的蜂窝 等梯子附近的马蜂全部褪去以后 我们能清楚地看到 巴卡等人身上满是红肿的疙瘩 而且他们整个人的精神状态 因为疼痛出现了恍惚 随后男人们在女人的搀扶下回到部落 由于没有药膏 所以只能抹上一些清水来缓解 从表情上不难看出 他们已经疼得歇斯底里 绝对是那种追心的疼痛 其中巴卡差点被疼晕过去 他只好赶紧让自己睡过去 来缓解痛苦 被捕脱衣这边 妻子找来镇静的植物 帮丈夫削减那种钻心的疼 同时还不停地安抚着他 这让被捕脱衣感觉到没有那么疼 其实从这不难看出 巴卡属于硬汉硬扛的那种 被捕脱衣则是靠着家人的陪伴 而有些人则是往身上涂抹牙膏 看到牙膏我想到一句话 牙膏除了牙齿刷布白以外 什么都能干 又能止痛又能消炎 呃好像跑题了 很快 铜马蜂窝这件事就告一段落 部落里的长老们看到年轻人勇敢地去攻击蜂窝 都是倍感欣慰 似乎是看到了卡亚波印第安人的未来 还有年轻人勇于承担责任的决心 长老们明白 等这群年轻人身上的疼痛过去了 他们整个人都会变得不同 内心和身体都会更加坚强 变得坚不可摧 变得格外有自信 果不其然 事后年轻人围在一起 讨论铜马蜂窝时的感想 其实他们爬上梯子的那一瞬间 就感觉到身体有所不同 似乎变得无比强大 犹如变成了钢铁侠 只不过等到马蜂开始发动攻击 那种钻心的疼痛瞬间涌进大脑 过了一会儿身体就变麻木 再也感觉不到疼痛 可当男人们爬下梯子 女人用芭蕉扇拍打其身体的时候 疼痛感开始不断地加剧 甚至有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等男人回到家 他们的手臂和大腿几乎失去了知觉 即便如此 年轻人们也从不后悔遭这份罪 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在给自己增添勇气 也许这就是信仰所带来的力量 这件事过后 部落的年轻人们叙事待发 如果真的必须要参与战斗的话 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下定决心 誓死捍卫宝贵的森林和河流 保护这片养育他们长大成人的沃土 其实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亚马逊的所有卡亚波印第安人 已经联合起来 反对修建威胁森林生态平衡的大坝 其中2008年 在阿尔塔米拉举办的 关于修建大坝的公开会议期间 一位巴西国家电力工资的工程师 就遭到现场的印第安人攻击 头破血流 在这里也希望某些国家 在建设变民工程时 能充分考虑当地人民的情况和意愿 避免双方爆发不必要的冲突 造成人员上网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请关注我 下一期内容更精彩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